很耐心的去了解一個人的性格 包括他的靈魂深處 你了解柯文哲的 靈魂深處 我台灣是 柯文哲我是專家嘛 所以他當被告一定是我害的嘛 他要教郭台銘搞政治 他想要跟有錢人交往 要跟政治不太懂的人交往 他可以用一個老師教授身份 來下指導期 所以後來就變成 他跟郭台銘有結合那一段 那這個心態今天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 哪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11.59份還能募款的 全世界都沒有 才就台灣八十人 是誰幹的事情 這不是他幹的 你有 你會幹這種事嗎 我不行 你會 你不要說 你會 你會建議你的朋友選舉 11.59份募款嗎 愛錢 愛得比較沉悴啦 不是 大家對柯文哲的個性不了解 因為我跟他接觸很 我不是說次數不多 但是我這個人呢 有一個好處 我很耐心的去了解一個人的性格 包括他的靈魂深處 你了解柯文哲的 靈魂深處 我台灣是 柯文哲我是專家嘛 所以他當被告一定是我害的嘛 你知道嗎 我要講一個事情給你聽 當年第一次是 郭台銘有跟我講過 問我說 柯文哲這個人怎麼樣 在上一次選舉了 大概四年前嘛 結果我就跟郭台銘講 我說那你要不要跟他 跟他見個面嘛 我說這個其實可以談一下 你知道嗎 他們都不認識的時候 因為我跟郭台銘中間 有一些朋友關係在 我無所謂啊 因為我說好 我說那 那是我跟他講 或者你們怎麼樣 互相留個電話 說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就把這個事情 我到台北市政府 我就告訴柯文哲 喂 我老郭要跟你見個面 蔡碧如也在 我說是不是叫 碧如先跟他聯絡一下 人那麼好以後 然後你們再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一般來講的話 你這個大頭不要一次 王不要見王嘛 先派這個蔡碧如去 他說 不不不 我來我來 我自己來 你要自己來 他說不要經過蔡碧如的第一點 人員人都在 你現在頭人的 然後第二句話 他就問我說 他說他這個 因為我跟他交情不錯 他問我真心話 他說這個郭台銘政治 懂不懂 我說政治 我說他政治不是很懂 他說好 我說為什麼好 這樣我可以把他搞 我可以把他搞 他要教郭台銘搞政治 他想要跟有錢人交往 要跟政治不太懂的人交往 他可以用一個老師教授身分 來下指導期 所以後來就變成他跟郭台銘有結合 那一段 那這個心態今天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嘛 因為 雲林 你們這個賣療 被這些地皮流氓 糟蹋有的沒有的 我有疊的 我有疊的 你疊的 我可以當你的保全公司 他是在推銷他的保全公司 你知道嗎 你說這個鄉長 你看看起來 這個年輕人看起來 就是兄弟開 兄弟開嘛 大家看他 清晰的 中國很嚴重對不對 這個鄉長 這個扣錢 這不錯啦 但是柯文德想說 我有黃國昌 你看到沒有 我有八個人 你要搞清楚 因為中央很多法令 包括六輕的污染 六輕的汽油 單價等等 有的沒有的 找麻煩的事情 我給你保證 黃國昌 黃三昌 這些人都排在後面 那個狼狗在後面咬他的 我來那邊 我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然後是跟你選 你不讓我選上 我後面我就咬你一口 所以他就是想要坐在旁邊 所以我說 有錢的地方 就有柯文哲 柯文哲就是為了他 這個誰講的最對啊 誰 那個高宏安不是講他 高宏安的那個男朋友 怎麼講的啊 當然你以為是為了什麼 最錢的 對啊 當然你以為是為了賺錢 柯文哲當總統為了什麼 也是錢嘛 他媽媽怎麼講的 有五十一我自己就要 有五十一我們人就不要選機了嘛 這樣你兒子有五十一就不要選 你兒子選機是為了什麼 為了五十一還是為了什麼 所以這個概念上在價值觀上面 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清楚的脈絡 他一切的問題都出在錢 他跟蔡壁如也是錢 他跟每一個人都是錢 他跟每一個人交惡的結果都是錢 那錢我不見得就說我不知道 反正現在最後的真相一定會大白了 不然就柯文哲在從台大 為什麼出事情 不是那個什麼錢嗎 那個什麼什麼基金 亂七八糟的 那個調查局把它打到 MG149是吧 M什麼 MG149 MG149是什麼東西啊 這廠商捐款不是一樣嗎 所以他一輩子會出事情 他的工作目標跟這個錢都搞不清楚 那現在越玩越大 所以他這次到麥寮 根本上不是在搞什麼選舉 就是他個人秀 他就秀給這個台塑看 我台灣有一個勁底老闆 157 IQ 157 要等到就創造這個機緣 要跟台塑結緣 以後日後長期合作 長鄉左右 他是他的主要目的 可是你選這麼難看 你還得玩嗎 他有八旗立委啊 他怎麼知道選得那麼難看 他選得不好看 所以他尾巴捲起來回家了 他什麼時候坐哪班 不知道 這就是半夜半逃亡 就逃回台北 人就不見了對不對 那以後這一招 這一季不成 再生一季 再生二季 目標還是搞有錢的人 這麼重要吧 對他來講 他的政治生涯就是 那我問你 哪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11點59份還能募款的 全世界都沒有 才就是台灣八十人 是誰幹的事情 這不是他幹的 你會幹這種事嗎 我不行 你會 不要說你會 你會建議你的朋友選舉 11點59份募款嗎 對 全台灣的政治史上 唯一的一個就是他 你知道嗎 愛錢要比較參加 很拼的 柯文哲本來很神奇 你們剛剛都針對我 這不是我做錯了 你有本事的話 叫蔣文哲去解約看看 就是這樣我根本不是問你啊 現在才知道為什麼 柯文哲那麼緊張 為什麼今天當什麼 才那個所謂的議事議員 被搜壓以後 他馬上要跳出來忍八年了 你越看那個20106年的那個合約 太離譜了 柯文哲這個案子本身已經荒腔走板了 你看他整個人亂掉了嘛 他每天罵蔣文哲幹什麼 你一個前任市長 他一個現任市長 你罵蔣文哲比較好罵嘛 然後第二個他連副市長 那個李四川出來講兩句話 他把李四川也講 你憑什麼資格講話 這個簡直是囂張 而且沒有禮貌 粗辱無聞到極點 就是簡單粗暴 這個事情耍嘴皮沒有用 劉寶傑我告訴你 這個檢察官在辦 在辦了 檢察官不會跟你吵架 檢察官慢慢看 慢慢弄 弄的時間到了 柯文哲知道 傳票快要來了 你剛剛講很清楚嘛 他兩千二 他四百 為什麼別六都其他是四百 七百 你台北市兩千二嘛 那這個多的錢去哪裡了嘛 為什麼那個陳崇文銀行 裡面多了兩千五百萬 那兩千五百萬裡面是陳崇文嘛 那我請問你呢 那其他的官員有沒有拿呢 這是貪污舞弊案嘛 貪污案本身這個案子 可一定辦得出來 而且辦出來理由很簡單 就是他有錢在裡面被逮到了 那陳崇文一定會把他咬出來 一定會咬嘛 百分之一百 而且他現在是什麼 他現在變網紅了嘛 剛剛雨先生不是定義過了嗎 他有什麼政治權利 他有什麼身份 沒有了嗎 他跟我一樣嘛 對 我還不是網紅 我只是一個媒體人 他在賣 他在賣 他賣衣服嘛 我還沒有跟小草割小草 他賣衣服 賣綠掛包 賣這個擴大機 他什麼都賣 所以他是一個帶貨的網紅嘛 我是檢察官就把他傳來了嘛 傳來 當場就把他改被告嘛 這個不是簡單的一個事情 就是他這個事情跑不掉 雨萱 我們有想到柯文哲 他現在幹嘛 他在賣T恤 他賣T恤上面還有一個七點半 就鼓勵大家早上七點半就開始上班 這無所謂 這是你喜歡就喜歡 可是一般來講 你政治的霧脈這些東西 都是你在選舉的時候賣 怎麼現在太平歲月 你才拿到很多選舉補助款 你在這個時刻 你開始要賣東西 你不但賣東西 你最在乎什麼 最在乎是 我在募款的時候 有沒有被駭客攻擊 我的募款的時候我順不順利 以前都說柯文哲很害羞 我會覺得這什麼可能 結果他怎麼搞會賺這種錢 不是 保倫哥 你如果對柯文哲這個行為有意見 代表那是你的認知有問題 我的認知有問題 柯文哲我覺得他走上正軌了 他是以一個網紅的身份 他現在開始正式經營什麼 電商嘛 代購嘛 團購嘛 他把民眾黨當電商 他自己當電商 他自己當電商 民眾黨只是他的經營平台而已 所以柯文哲現在已經 找到正途準備要發大錢了 因為他已經搞懂一件事情嘛 他靠網路靠流量有沒有辦法賺到錢 賺不到 沒辦法嘛 你一定要帶貨 直播帶貨才可以把它變現嘛 所以柯文哲 所以他現在在變現 變現嘛 他要把他的人氣跟流量 因為他現在有觀察到一個大數據 極速的下滑當中 所以在這個下滑工程當中 你知道要做什麼嗎 能撈就撈 趕快賺錢嘛 對不對 如果等到成到谷底了 我還要怎麼撈 他不是想說他現在是台湾政治人物 裡面身量最高的嗎 那是過去式的各位 過去式了 過去式的榮景嘛 我就講好 我們地震一 柯文哲辦這個我們講的 小草界面會 保留台北市議員說我們讓你當一議員好不好 你說360很少對不對 保留哥我不這麼認為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以網紅的號召力來講 粉絲數來講算蠻多的 可以叫出360人 因為你不能把他當政治人物嘛 你不要 他現在你不要用 總統曾經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而用網紅的身份看就不一樣了 對 而且他還 難怪柯文哲這麼開心 而且他這個還是會員專屬活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報名360人對不對 他是同步宣布說 這跟我們的海選幹部計畫有相關 所以有來有機會嘛 等於大家先打過見面之後 未來我有機會 來這邊找工作 所以這360人裡面 很多人都是來找工作的嘛 來找工作的 對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當然是這樣子嘛 但與此同時 為什麼我講他找到一個正圖 保留哥你仔細看喔 他賣了什麼東西 他找到一個流量密碼 以及商機密碼 賣T恤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大量賣T恤嗎 賣T恤會賺嗎 最便宜 T恤根本沒有成本 跟各位報告啦 賣T恤成本很低 我之前也在夜市混過嘛對不對 像這種T恤 你如果找那種台灣有廠商的 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找那種大學成 大學成可以製作團輔嘛 一件一百多塊嘛 你更聰明的直接找台灣廠商 甚至是有在國外設廠的廠商 你知道這一件成本多少錢嗎 多少錢 100塊以內 他等於就是你只要壓字 所以你仔細看柯文哲 壓了那個廠商那個字有沒有 7點半 7點半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Key Promise 有夠陽春 連上面的印刷都是要有成本 越複雜成本越高 就好像搞定為什麼7點半 不是他鼓勵大家7點半上班 是這個最便宜 對 就販賣信仰變現嘛 而且你看他還特別聰明 他真的有商業的頭腦 我必須讚揚他 他說我一件T恤590 然後我另外再加掛15個這種 綠掛式咖啡 結果算了 咖啡 對對對 保健哥你知道這個最聰明在哪裡嗎 跟早餐店一樣 早餐店你知道最賺錢是什麼嗎 咖啡 飲料 飲料最賺錢 漢堡不賺錢 柯文就知道 賣賣三不夠好賺 我又結束賺 我們家民國72年開美而美 72年開美而美 你知道那時候 做一包咖啡成本多少錢嗎 一杯咖啡賣10塊 成本1塊錢 再加上杯子 哈姆朗加起來成本3塊錢 對 我哥有幫你試算過了 15包咖啡 綠掛式的 你知道一包賣多少錢嗎 40塊 貴死了 我直接去便利商店買才40塊 他一包賣40塊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還是打折過的 保健哥原本他10包賣多少錢嗎 多少錢 800塊 我在那邊幫他宣傳 一包80塊 一個綠掛式咖啡 80塊 各位 喝的不是咖啡 喝的是信仰 喝的是價值啊 開什麼玩笑 那為什麼我說柯文哲 他已經正式 從政治人物的領域完全淡出 專心做他的網紅事業 看一下他的天下雜誌 收藏滿一度好不好 這是過去在2022年的 來 保留一個第幾名 2022 我直接把他順下去 22 就第22名 吊車位 排排22個縣市 他排22名 對就做這一爛的 所以他講難怪吧 柯文哲是什麼 沒有成績 只有成1 但我覺得有最誇張的事 好 他現在 沒有成績 只有成1 對 他現在是成1 只剩下7點半了 對 只剩下早上7點半 可以出來說嘴 因為各位 你細思幾孔好好去想一下 柯文哲從總統大選選完之後 他到截至目前為止 他閉口開口 一般來講 縣市總長都很喜歡 提自己的政績啊 比如說有人說 喜歡我說我蓋捷運啊 有人說我招商引資啊 有人說我找台積電啊 那保留哥 你知道柯文哲 他最喜歡說自己的政績是什麼嗎 是什麼 我7點半 我跟你講 7點半就上班了 每天都7點半上班 他講這句話 我跟你講 至少講超過10次以上 不是 我對柯文哲最佩服的是 你當了8年的市長哦 沒有一條絕運 在你手上剪載 我們家旁邊那個萬大線 還遙遙無期 對 保留哥 但我跟你講 你覺得他在不在乎 自己這件事情 他不在乎嗎 他已經完全放開了 他現在一心一專心 自業要把生意做好 而且也做得挺好的 先前還記不記得大家 他講說 我開了 我講 蕭潮咖啡廳 後來是不是被人家吐槽 說你這個政黨經營違反 對不對 保留哥 我跟你講 你知道剛剛那個 木殼好店 木殼好靴 他是什麼嗎 他就是線上咖啡館 你都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他是不是賣一包一包咖啡 一包一包咖啡 價格一杯八十塊 是不是跟咖啡店一樣 咖啡店是不是有周邊商品 對 所以他是在網路上先行 試營運嘛 他還是有賣咖啡 對嘛 而且我跟我們講 在記者會上 他有被問到這個問題了 他把心中生意人的算盤 不小心講出來了 犯大忌了 犯大忌 為什麼這樣講 記者問他說 不對啊 柯主席 你這個 政黨補助款 我跟你講 你每一年 至少可以拿1.5億 你總統選舉補助款 也1.1億 不是啊 補助款都發下來了 你為什麼還要一直跟小嫂要錢 你是把他們當搖錢草嗎 你知道柯文哲怎麼回答嗎 他回答了兩件事 他說 沒有我跟你講 第一 這個是算是免費 沒有 比較省錢的廣告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他們會穿著我們T恤 在外面走來走去 有幫我們人肉廣告 他把這些小草當人肉廣告 我要買 等我給你買你的T恤 我要到你的廣告招牌 老闆哥他騙人 你有沒有直接到他剛才騙人什麼 不是免錢 也不是省錢喔 是可以賺錢的廣告喔 因為你要當柯文哲的廣告 你還得要先付多少錢 付590 還得要先付590 T恤590 對對對 結果他到後面了 才開始亂扯 扯說什麼沒有啦 我就有希望年輕人 早上7點半 就可以趕快上班 衝到一個新的文化 各位 我把這個整個總結起來 柯文哲講了一件事情而已 他就說 你們年輕人 早上7點半上班 爆肝之後 賺到每個月的薪水 記得來我的木殼好店 來消費 然後再出去外面 幫我動廣告 是不是 史上聰明絕頂的商人 所以聰明就莫過於遲了嘛 結果保理跟妳知道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後來覺得太怪了 我後來再仔細再去重聽他的記者會 結果沒有想到 記者是不是說 你把小草當成搖錢草對不對 這句話沒問題沒毛病嘛 結果在柯文哲的頻道裡面 完全聽不到這個字 搖錢草 他會變成你知道什麼 他變 你把小草變成 草 你把小草變成 草 就那個搖錢不見了 搖錢不見了 然後也沒有聲音 然後就這樣 完全靜音了 所以難怪柯文哲辦公室裡面 掛毛主席的畫像嘛 因為在全世界我跟各位講 我們這種亞洲國家 只有兩個人會幹這種事情 一個叫習近平 那第二個就叫柯文哲 竟然天才至此 可以把我們講 記者所念的東西 問問題給屏蔽 但是不只是如此 他所有的商品 零零種種 現在都被人家檢討出來 除了T恤也五百九啦 手錶賣兩千塊 還賣手錶 而且不好意思 我有在夜市待過跟各位介紹過 那個手錶跟你講 那成本可能一百塊 我都覺得算有點貴 就很陽春 但上面有價值 有KP 然後賣喇叭 反正喔 柯文哲 賣喇叭 賣喇叭也是兩千塊 柯文哲系列商品 我就未來 只會層出不同 不斷推出 但我就訪問一件事情 請問這是一個政黨 應該做的事情嗎 或許你覺得不是 但因為柯文哲 如果以網紅來說 當的非常甚至 這兩天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照理講 我們以前在公文版 我們跑新聞的時候 知道說 公家機關的公文 你是不能帶回家的喔 公家機關的公文 你守了 你就算這是遺詞 你都不可以帶走 就要說 現在從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到這個黃曬山 到這個陳詩漢 每個人都可以把公文丟出來 那當然今天就問了 跟他說 我們當然要自保 這個公文都可以查得到嗎 都是公開透明的 他說是你 怪是怪在 你蔣氏福 怎麼可能找不到 好啦 各位來 第一件事情 公文到底是不是公開透明的 其實根本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說 這個公文系統都可以查得到嗎 那誰可以調閱公文系統 公務員 對 只有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而且你用全縣的公務員 才可以調到 就你自己只能管自己的事情 各位 不要搞錯了 然後你說議員也可以 宇軒 對 你知道議員要怎麼調到公文嗎 要怎麼調到會議器嗎 拜託公務員幫他調 拜託府會聯絡人調 對嘛 所以這個東西 這根本不是什麼公開透明的資訊 我們先確認第一件事情 好 再來第二件事情 現在整個台北市政府 陷入一個叫做調公文大戰 什麼叫調公文大戰 民進黨想不想調 想 民進黨要調嘛 到處調 我要打國民黨 我要打民眾黨 那白衣的想不想調 想 也想調 對不對 我要護航我的柯文哲 對不對 國民黨也想調 但各位 你知道第一槍 第一滴血 在陳崇文被收押之後 誰最先調到公文 誰 陳佑誠 民眾黨 很怪 怪事 就是柯文哲 現在臉書貼了這一份 就是陳佑誠 幫他調到的公文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這時候問題來了 那我反問喔 民進黨有沒有要 有 國民黨有沒有要調 有 那為什麼 要不到 調不到公文 為什麼偏偏是陳佑誠 調到公文 我就跟各位講一個概念嘛 請問蔣安執 到現在才多久而已 整個台北市政府裡面很深嘛 還有柯文哲的人 還在裡面嘛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現在還可不可以調公文 老德哥哥的報告 最近今天早上最新的一個消息 檢調出手了 檢調出手了 檢調來函 等一下 所以公文這樣的外線是真的不可以的 當然不行嘛 因為現在有一個案件正在辦當中 這個叫誰的案件 陳崇文的案件 陳崇文的案件 對那你現在去把這些公文 哩哩啦啦啦弄出來 那不就串共了嗎 對嘛 你就會串共嘛 這不行嘛 檢調很慌嘛 好 這時候各位怪事來了喔 早上的時候已經公布了 說不行 我們要求台北市政府拜託你 不要再把任何的公文外掉 而台北市政府今天有沒有下這個命令 有 要求各個局處不可再提供公文給議員 就算要提供 必須要在上面所有的公文 印上一份 僅供議員問證使用 好 這時候問題來了 請問一下 柯文哲今天 噗哩啪啪零零種種 包括陳志涵 包括黃珊珊 丟了多少公文出來 一大堆 哪一份有寫說 僅供議員參考 有哪一份 沒有半份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只有兩種可能嘛 一個 內部還持續有磕有有 在把消息不斷的放 那陳志涵還敢講說 我們是為了自保 然後這個東西 透過公文系統都可以查得到 對嘛 所以我陳志涵你先在旁邊等嘛 我等一下處理你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一份一份出來了嘛 對不對 再第二種可能 寶哲哥是什麼 本來就已經收好了 所以這就是回到我們剛才講的嘛 陳志涵說什麼 自保 防身自保 防身 各位防身是什麼概念 你會把什麼東西拿來防身 有問題的 有危險的 而且防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利涵 你今天辣椒噴霧在身上當著防身 你是要隨時走到一半然後才趕快去買 還是你一直都有準備好 一直都有準備啊 這才叫防身的概念嘛 所以陳志涵聊爆了嘛 那我就問嘛 為什麼你覺得這些 說陳志涵會有事情嗎 那你怎麼會覺得這些是有問題呢 你要問陳志涵啊 你怎麼會覺得這個案子會有問題 你要把他在身上呢 我可能能想像如果他被進去怎麼辦 那對嘛 這很奇怪嘛 好那再來第三件事情 到底黃珊珊也好 柯文哲也好 以及陳志涵也好 這些公文是哪裡來的 你們不要說謊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公文都會有紀錄 如果今天不是民眾黨的議員幫你調 而且或者根本調不出來的東西 放在你身上 那就大有問題了 這時候我們就要講到了 來 黃珊珊公布的 陳志涵公布的 寶哲哥那叫什麼 議價的紀錄嘛 他說我有1234 一枚兩枚 然後包括幾枚 所有的價格羅列 寶哲哥你有沒有看到那一份 你知道這一份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嗎 什麼 詳細價目標 各位 來各位 這不是公文調的出來的東西 我再講一次寶哲哥 這不是公文系統調出來的東西 因為 這個是廠商合約裡面內容的附件 廠商的合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雖然不用封存30年 但請問寶哲哥 我今天競價跟各位廠商競標 投標 我的價格可以讓別人知道嗎 當然不可以 隨便一個議員可以來調我的價格 當然不行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蜜劍嘛 所以你亂聊聊爆了嘛 怎麼會把這種不該丟出來的東西都丟出來 所以 陳志涵有個萬安市長晚安 今天講萬安市長大動度部宣布 啟動解除柯文哲106年定的 3M2200元元費率的合約 可是市長106年根本沒有訂3M的 這個所謂的3M的這個費率 他說 市府可以延續解決一次跳針 重點是 當你弄出這個詳細價目表的時候 你把這些價格全部弄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違法的嫌疑 對 不是啦 有這一份文件本身 它就會有違法的問題 我再講一次 因為這一份文件不是公文系統 它不是會議紀錄 不是任何議員或者說公家機關 可以去調到的東西 它是屬於合約內容裡面的附件 而且我已經再三確認過了 包括現行的議員 就連台北市政府 都不能把這種事情調出來 甚至公諸於事 所以陳志涵 當你想要替柯文哲澄清說 106年的時候他沒有 對啦我知道 他在109年的時候定嘛 大家都知道 我們講好幾天了啦 不要再跳針了 那我就請問你陳志涵 你這個東西哪裡來的 否則我就只能合理懷疑喔 因為相關只有幾個局數單位啊 資訊局嗎 還是什麼局數單位 是由內神通外鬼引渡出來的文件 會有內神通外鬼 當然是內神通外鬼嘛 否則我跟乖保證 你現在要求 所有不分藍綠白的議員 都找不到這份文件 也沒有辦法 通過公文系統調出來 再來各位 還記得我剛才講前提嗎 如果台北市政府已經下令了 不能再把公文書 會議紀錄丟到外面 你要丟到外面 你就要有 議員問政專用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柯文哲 陸陸續還有這麼多公文 而且我跟各位保證 他接下來還會沒有 他還有 他絕對還有嘛 所以我現在就坐在這邊等你 柯文哲 你就陸陸續續一份一份丟 一份一份丟 到時候丟到到底內部人 誰跟你串通 誰跟你串控 誰協助你把這些文件通途 通通都會抓出來 而且再來 如果這些人平白無故 要幫助你柯文哲 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叫做民眾黨支持者 另外一個叫做什麼 涉案關係人 涉案關係人 所以市長 這個水那麼深 剛剛講 好龍兵街開了一個大門 弄了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 4億元 25年 可是剛剛講到 這只是開個門 真正的大水管 真的跟這個警察局的合約 有關係嗎 對 沒錯 我昨天講過 事實上在整個這個 所謂母約的訂定過程裡面來說 的確是好龍兵訂定的 但是他都沒有執行到 大部分的案子 所有的這個 跟台資光所有生意往來 其實都是在柯文哲 任內的一個狀況 那剛才大家講到說 當然他可以 他現在當然是說 當初他就知道有弊案 可是問題是 有弊案你當初沒有做 那沒有做你跟他合作了8年 你現在還在講 現任的時候講說有弊案 那顯然 你現在有弊案出來的時候 你當然一定在 我覺得恐怖在哪裡 你剛才講我忍了8年 你可以說我不可奈何 你說我被他威脅的 你剛才講說我要斷訓3天 我真的害怕斷訓3天 這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 科文哲也不會有責任 可是如果說 你不但沒有處理 你還給他加碼 你不但加碼 你還加大碼 你看完這你就完蛋了 對沒錯 事實上他執行了很多好龍兵的 這個合約裡面來說 因為跟台資光當初的合約是有保底的嘛 所以你一年要給他施益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確要給 可能要給他非常多的這個狀況 OK 那施益那都是在合約的範圍裡面 但是那個是FTTH 就是for我們台北市的光牽網路 他這樣他當初訂約是這樣喔 但是他訂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CCTV這個合約 是另外一個專線的合約 另外一個 所以不是好龍兵那個 所以大家講的沒有錯 所以他就從好龍兵的主約變 替外伸出一個新的約出來 那就是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警察局之間的這個專約嘛 CCTV的電視的這些 綁定的這些狀況 但大家講說其實 大家都說重點是在這個監視器 不是 其實重點不是在監視器 監視器那是小錢 那是一筆就可以解決掉的問題 重點是在傳輸費 因為他傳輸費就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在增 太周啦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在增傳輸費 就是這個地方 2200塊 如果你用TGS 用光纖的話 只有1700多塊 所以一個是差5000多 500多塊 500多塊 一年就差8000多萬 這就是為什麼解掉合約的時候 你看 這個黃三三就說 明明我們4.6億就可以做 你為什麼要做到5.5 因為就是差這8000多萬嘛 那反正你解掉的時候 他就可以降到跟你一模一樣的 4.6億 對 所以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等於是 價差8000多萬的話 一年8000多萬 一年8000多萬你看 十年8億 合約還有二十幾年還要走 所以這個等於是有二十幾億 二十幾億 二十幾億來說 你知道為什麼當初陳中文會 為什麼會願意說 收個幾千萬 你就要這樣搞 因為你這個是長期的合約下去 這長期 這二十幾億 這個我跟你講 傳輸費跟電視 跟所謂CCTV的是不一樣的 我買這個電視來的話 我跟你講講 那個毛利息都很低 那個了不起 可能10% 20%就打死了 但是傳輸費是死打死的 我已經建好網路的時候 每一年可以收這個收出 這是死打死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都在講費率 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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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重點就在費率本身 到底你為什麼當初 訂了2200塊的合約 那現在就說 我是基於你的母約 你的母約來說的話 1700多塊 那我把它這個 這個所謂的用 從一年這個700多塊乘以3 你一妹是700多塊 我乘以3這樣子算過來 可是問題是我就講 這其實裡面來說 當初訂的這個母約裡面 就說你一定要 比現行的費率都還要更低 可是問題是 他這個費率就是沒有 你沒有比現行費率更低 那你這個費率的根源 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難怪今天 蔣師傅有特別遲疑 第一個 你這個費率計算 根本就 根本不知道怎麼來的 第二個是 你沒有照著市價走 搞了半天 我不是給你開一個空投支票 今天就算是好農民 簽了一個上權辱國的條約 它也不是空白支票 讓你可以為所欲為 對 所以也就是說 變成是 這個變成非常重要的重點 好 那為什麼 這個會非常重要 大家聽了這麼多 那照理說 台資光跟台通光 兩家公司要賺大錢對不對 我跟你講 兩家公司都沒有賺錢 為什麼 台通光都是賠錢的 台資光去年才開始賺錢 也就是說 開始要收錢了 對 沒錯 就是現在才開始要賺錢的時候 結果你把這個費率砍掉 那當然就是顯然 但這裡面就有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出現了嘛 所以陳崇文就跑出來了 對 那好 那李柯文哲為什麼要設這個 這個這麼高的價格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台資光 台通 台資光 一年可以多8000多萬 我看來看去來 最肥的應該就是這個合約 因為這個傳輸費的確 一年8000多萬 對台資光來說是非常股的 所以 會這樣 原來賺錢是這樣的 賺錢是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我跟你講 這整件事情其實是 涉及了三個台北市長的一個 集體收賄或集體涉探案 那我其實就為了我一個朋友 他在跑這個相關的產業新聞 我說中華電信當時 為什麼沒有來弄這個標案 他說誰告訴你中華電信 沒有來弄這個標案 有弄標 那我說那為什麼中華電信沒有得標 他說因為台資光弄了一個 政府零出資 政府不要出錢 所以這代表什麼 不要錢的最貴 為什麼他敢跟你說 我政府零出資 因為他就是要用這個東西 匡你好龍兵 簽下這個獨門生意 所以他們當時就說 不對 那個中華電信就說 你這樣弄這種東西 你哪一盒 你哪一盒 那其實中華電信 為什麼要來搶這個標 也不是說你要幫你建置這個 他本來就有了 對 他就是昨夜的就是監視器傳輸系統的 這個最大的肥的這個比 對 但是你那時候 你不能直接說 我要綁那個 不行 因為你要公開 所以所有事情其實你要一起看 為什麼 因為在好龍兵簽的母約裡面 母約裡面有個第八條非常重要 他說 根據這個本採購合約8.6條規定 市府所處機關 學校大眾運輸系統 都要優先租用 花壺包括警察群錄影監視系統 各機關可租用部分 由台志光跟各機關簽約 以開口契約的方式辦理 換句話說 當時在母約已經綁住 那所以可不可以就無辜啊 你綁住了我不得不簽這個約啊 不對 問題是價錢是你談啊 所以我朋友說這個是太厲害 你說這個真正的送到司法裡面 兩個可不 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可以優先租用 那你優先你還是可以比價 優先不是必然給你 第二個就算 你就算說我優先租用 你還是有談價錢折衷的空間 結果你完全棄手 所以我跟你說啦 這個案子兩個市長都逃不掉 為什麼逃不掉 第一個 你給他弄獨門生意啊 你等於是說他主要都是 主要都是他 他現在就變得你很難去跟他講 而且你們剛剛講競價對不對 他是GMS就是政府這個系統裡面的 他可以要比人家便宜 但是他沒有跟你說要比民間便宜喔 那為什麼他沒有跟你說比民間便宜 因為這整個系統是我砸了一百億去蓋出來的啊 所以多少錢我也可以稍微 可是稍微是跟著整個相關的系統比 不是跟你中華電系這種民間系統比 所以他其實某一種程度上 他也是給他一個綁住了 所以郝龍斌這個地方絕對逃不掉 但第二次 郝龍斌一定有問題 你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你會去簽一個帳子的約出來 等於是給了 告訴大家說 所有人只能跟他做生意 獨門生意 你獨門生意之後 你等於是放棄你市政府的整個一個網路的自主權 你這樣認人宰割啊 宰誼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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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弄一百美 我才弄九百多塊 他幾美 什麼三美 兩千兩百塊 你也太誇張了吧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就是因為你已經讓當時的母約 讓他獨門生意 可是第二件事情 獨門生意是沒有錯 兩千兩百塊 也是你柯市府裡面決定啊 所以現在來了 難怪柯市府 這麼在乎這兩千兩百塊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兩個很有趣 因為如果你真的檢查下去 郝龍斌就說 我沒有簽到價錢啊 價錢是柯文哲簽的 那你如果說柯文哲進去 他說我們要綁獨家約啊 是那個獨家約是郝龍斌 所以他們兩個 現在大家為什麼看他們在吵 就是大家各自在把各自在推這個問題 可是我跟你講 誰都討不掉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一連貫下來 你柯文哲當初認為有問題的話 你直接就送了林鄭署嘛 你為什麼沒有送 好再來我跟你講 柯文哲最大問題在哪裡 就是在109年6月12號的那一個會議裡面 就談到兩千兩百塊的那個會議裡面 剛剛提到 雨昇提到40分鐘 這40分鐘出席的 現在都是組長耶 組長耶 怎麼會你看喔 這實在太荒謬 組長 對最大咖的 就只有一個市政府的秘書長 一個蘇慶的一個秘書長 再來就是一個參議員 參議員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資訊局的一個專門委員 反正簡單來講 幾乎全部都是組長 所以換句話說 我跟你講 這兩個東西其實都逃不掉 第一個就是有人開了這個大門 以狼入市 第二個是有人助紂為虐 那我問你一句科文說 你當時為什麼不把這個東西 直接送連證書 直接送點剪掉 因為他不想擋人財路啊 搞朋友嘛 這個問題又不是我簽的母約 我只是 我頂多是沒有揭發而已 所以這整件事情 查到下來的話 我跟你講 其實兩個人都逃不掉 組長 本來這民眾丟了很多的公文 丟了很多公文還講說 我是問了自保 而且說這些公文 在公文系統上都可以查得到 好像拿這些公文沒有問題 好你會丟 現在民進黨就跟著你打蛇水棍上 也丟出來本府 廉政透明委員會 第八次會議的逐字稿 逐字稿裡面 還講說你的討論事項是什麼 討論事項是議員質詢本府 光鮮道府委外建設案 以涉圖利請廉政透明委員會 立案調查 那如果照這樣講 你不是講你對他不滿嗎 不滿八年嗎 不滿八年 這是你的第一年 你的第一年照這樣 你就開始可以 刀可以拿出來了 到底可以處理了 沒有 從裡面的會議紀錄可以看到 柯文哲開到一半就跑了 開到一半跑了以後 接下來想說 佔不立案調查 那你告訴我說 你今天 你對他忍了八年 你對他無可奈何 可是你真的刀拔出來了以後 你又乖乖說回去了 寶傑 這個廉政委員會當時 他剛好 他剛進市政府時候成立的 找了一篇外面的各方英雄好漢 結果後來搞了失控了 你知道嗎 那這個你要看今天這個有關 台志光案子的時候 有人提出來 就表示有問題對不對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如果立案調查的話 會變什麼結果呢 會怎樣 會查下去 這個變成另外一個 就變第六大必案 現在我們再對照一下 昨天黃珊珊跟王世堅的講法 如果黃珊珊跟王世堅的講法說 這個罪魁禍首是誰呢 郝龍斌 郝龍斌嘛 所以只要這個案子成立的話 郝龍斌那個案子 不就移送法辦了嗎 或者郝龍斌這個台志光案子之後 台志光的案子之後 從此煙消雲散 就沒有台志光案子了 所以他為什麼要今天把這個取消 所以我敢講 既然從此推論 在2016年之後 成立聯政委員會 他把聯政委員會 有刻意的取消的那一個刹那 就表示他跟台志光的人 已經有一些觸碰 接觸上了嘛 接上頭了嘛 對 就接上頭 所以他就把這個留在手上 是變成郝龍斌開的門 然後呢 這個所有的餐廳呢 是郝龍斌開的 廚房是郝龍斌安排的 然後菜端出來誰吃的呢 柯文哲在裡面大塊朵魚 吃吃吃吃的開心 整個局就變成說 好龍斌炒的菜 柯文哲把它吃到現在 對 因為這時候 他這時候在舌頭 在開頭幹掉那邊沒事的嗎 對 為什麼開頭不幹掉 對 你丟到聯政委員會就代表 大家覺得是可以開刀的 聯政委員會是很多人 大家亂丟 當時有很多 我也有丟啊 大家都有 周玉寇啊 郭正亮我們都有啦 可是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不知道台聚光 我們知道五大弊案 就是我幫他弄的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時候 他就證明了他當時 刻意留下郝龍斌的這個案子 都做活口嘛 活口的目的何在呢 他自己想用嘛 所以這個更證明了 他刻意留下這個案子 然後更證明了 反過來你看到 黃珊珊昨天跟王世堅講一句話 他把合約拿出來念 這個合約 他說郝龍斌當時定那個合約 這個合約當時 只要有不法行為的話 就可以取消合約 就要有不法行為 才可以取消合約 王世堅這個人比較直爽 就直接跟他講說 沒有這回事 我們政治處理 就把它取消掉了 可以政治處理 就王世堅早就知道這個事情 可以取消合約嘛 那就是黃珊珊不知道這一段 但當時就是柯文哲 比黃珊珊更早的時候 就保留了台志光在他手上 慢慢的享用至今 到今天東窗事發 剛剛講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台北市前後市長的火拼了 今天居然就問 我覺得這個故意放的消息 台志光的案子 會不會把柯P跟前朝官員移送法辦 台北市政府的發言人居然講 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保倫哥 所以你現在看懂 想來講萬安市政府 他們到底要做的是什麼事情嗎 講白了今天一連串組合拳 最後就是要出殺招 對不對 來各位我們從源頭開始講 台北市政府做了什麼 第一先把柯文哲的合約廢止掉 對不對 那時候柯文哲還在一直 幫話討論說 這個合約不能廢啊 這個合約要繼續啊 還在爭辯嘛 但是你在乎的是2200塊 可是這個地方沒有2200塊啊 對嘛 合約廢掉之後 台北市政府緊接而來 跳出什麼問題 來 開始爆料了 一篇一篇公文接著來 第一篇公文先跟你講 你柯文哲當初在費用訂訂的 是你訂的 在第二篇公文跟你講 請問一下你柯文哲 有沒有按照原本的母約合約精神 沒有 沒有合約精神 那這個叫什麼 避案 這叫避端嘛 所以台北市政府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開始把柯文哲的一個一個避端 端到檯面上來處理嘛 來 各位 我們一直在講喔 台北市政府 包括蔣萬安執行到現在為止 大家一直在期待一件事情 但你應該要把前朝的避案給提爆啊 結果如今 反而我們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是柯文哲一直在搖蔣市府 結果反而給他們逮到機會了 因為這個案子裡面 你柯文哲從106年 他們訂掉很清楚嘛 說真正CCTV的貓膩釋出在106年的那一份紙約 請問一下這句話誰講的 台北市政府講的 不是我講的喔 所以你直接看懂了嘛 所以那個106年的約是關鍵的 你想那才是柯文哲的母約 對嘛 那是柯文哲的母約嘛 但是我講這個叫評論 台北市政府講就有意義囉 代表接下來下去他們要做什麼 查 一個一個查 包括你相關廠商的合約 包括你相關柯文哲的內容 包括你的會議紀錄 來 各位 我們是不是有看到一份會議紀錄 講109年 柯文哲2200塊 怎麼訂定出來的 包括這個薛新秘書長 為什麼在40分鐘內 就把他競速通過 報哲哥 這是不是問題 是問題 這通通都是問題嘛 所以他現在今天因為 他這個叫做什麼 發號施令嘛 包括我們先把你料 接二連三的 一個一個爆出來 然後跟媒體放話 跟媒體講 我就問啊 今天會不會有一個記者 突然沒頭沒尾的 跑去問台北市政府說 那你們要不要移送 柯文哲移送前朝官員 你說這誰好的 誰好的嘛 所以代表這是在跟柯文哲喊話嘛 沒關係 你柯文哲想要把鍋 甩到我們台北市政府頭上 來 我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接下來我會把一條一條 你相關的案件 相關的公文 相關的文本 全部調出來 然後把這些東西送到哪裡去 我可以移送檢調啊 我可以送檢調申辦啊 我可以讓他他資安處理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現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所有人都沒有 調公文的能耐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明文禁止了 說因為檢調要求說 對 不要再調文件 但我跟你講有一個人可以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就現在出來講話的人 因為嘛 就是他可以嘛 所以代表台北市政府 現在有一個特別的作戰小組 而這個作戰小組 可以調資料 對 不是為了輿論 也不是為了工房 而是要去查 柯文哲在任內到底有哪些弊案 台北市政府玩真的嗎 當然玩真的 你覺得他是玩真的 對嘛 各位 柯文哲玩什麼 玩假的嘛 柯文哲玩什麼 第一時間原本是為了合約 第二時間是為了自保 黃珊珊到現在還是在為了合約 但蔣萬恩為了是什麼 蔣萬恩為了是要打弊案 而這個弊案 現在當英偉講說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的時候 代表一件事情 2024年蔣市府的五大弊案 他沒有五大 他第一大弊案已經出來 而這個主角會是誰 柯文哲 就是主事的柯文哲嘛 你後面剛剛講 你還有很多東西 你還有市場的 一些有的沒有的 還有 你今天不是講說 你今天出這個東西 你自己也給了很多人方便啊 這個我們現在 隨便列舉幾個就好了 市場先不談 光這個案子 來第一個 請問一下到底有沒有人在洩密 洩密能不能抓 可以 會不會違反 對不對 那你陳志涵為什麼拿到那個文件 洩密這個案件能不能查 可以查 來 2200塊為什麼40分鐘就把它解決掉 可不可以把這個秘書長調來談 可不可以把他查相關的紀錄 到底當時的會議是什麼開的 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 柯文哲你的監視器 請問一下為什麼那時候堅持一定要用200萬話數 對 有什麼原因 價差差了這麼多錢 而且要國外的一下16億就這樣沒了 16億不是一個小錢 那你柯文哲 你如果用國內的話 你可能8億就解決掉了 對嘛 好那再來請問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 你問了審8千萬 然後你審8千萬叫著一直叫叫叫叫叫 8億就這樣沒了 老闆哥 今天柯文哲有談到這個話題 今天柯文哲講到這個網路速度 他說 沒有啊 我堅持要2may 那你最後 你為什麼要給我3may 對不對 很奇怪啊 他說當時那我就問 柯文哲的主張是說 因為根本沒有那個需要 網路速度根本不用那麼快 那奇怪了 那你為什麼全部通通要200萬的鏡頭 因為你這樣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畫質嘛 所以你搞懂了吧 柯文哲現在包括他去推這些事情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把這整個責任 給甩到外面去嘛 來 但我最後補充幾點 陳志涵講說溜嘴 他說什麼 我們留這些資料 留這些紀錄 當然是為了要防身啊 保德哥 什麼樣的人需要防身 心有恐懼的人 心裡有鬼的人要防身嘛 來各位 你在看到柯文哲 最後他說 最後一個任內 他說把那個公文調出來 我跟各位講一個內幕啦 那個公文 柯文哲說 我最後批的一個公文 陳宥誠幫他調 所以代表這是什麼 指定調 而且我再跟各位講 陳宥誠怎麼調的 請相關局處把柯文哲任內 最後一份公文給調出來 保德哥你代表什麼意思嗎 他很清楚自己在什麼時候 批的這個公文 這個公文像是什麼意涵喔 因為其他所有議員都說 請調台志光相關的案子給我 所以代表什麼 陳宥誠是被指使的嘛 誰指使你 為什麼要調這個公文 我直接講白了啦 今天這個覆議案 怪之怪在哪裡 議會是說 我要給你多一點的錢 給你多一點的花 結果柯文哲說 你這樣給我太多錢 我自愛難行 少來了 這一份公文 這個覆議案 單純只為了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叫做 劉存參 為了未來 撇承認的 撇承認 所以這覆議是打假球 是保命符 司法案件的保命符 你柯文哲特別叫陳宥誠 去調了一個司法案件的保命符 所以保德哥你懂了嗎 為什麼柯文哲第一篇po文 什麼都不po 什麼都不講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意思就是說 我無罪 跟我沒有關係 請檢調 不要來找我 這才是柯文哲真正最大的目的 好 畢鳳 今天英偉放話了 今天台北市放話了 有沒有可能 剛剛講的 將柯文哲跟前朝官員移送法辦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也就是說這到底什麼意思呢 對 其實保德哥 我跟你講一個秘密 英偉在講這個話之前的話 一定有問過檢調人員 以官員之間還有機構之間的話 他不可能今天興致一來 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一定有請他們的法務系統 台北市政府有政風系統 政風系統裡面的檢察官 地檢署來的 一定是有問過這個系統 所以他們應該是準備要出手了 那為什麼他們準備要出手 要把這些前朝官員跟柯P來送辦 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其實是柯文哲把自己逼上絕路的 你一直在對外放話 藍綠勾結議會跟財團掛勾 你講這個東西 你把藍綠講出來 那現在只辦了一個陳從文 那這個 這個事情能夠收刷嗎 也就是說你說藍綠一塊勾結 就代表不是一群人 而且你剛剛講 你自己沒有問題 代表別人有問題 代表你什麼都知道 對 所以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講的話 一定第一個有問過 第二個 柯文哲你一直在講 然後甚至今天又加碼一個 陳從文只是霸葬頭 霸葬頭 那你這個東西後面誰是霸葬子 你這個後面的東西 是不是一定還有 所以檢調這家來講 可以放過柯文哲嗎 不能嗎 不能放過柯文哲吧 你要怎麼放過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這件事情過關以後 從此把這東西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講 那麼其他人會不會懷疑檢調說 那些人一直在講 集團師也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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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去問他嗎 他都已經陳堂 那都陳堂證供 這事情有問題 他沒有問題 他沒有問題 代表別人也可能有問題 還有跟他講的 陳堂證供是霸葬頭 還叫說 你快警告所有人 你給我小心一點 對 所以他現在來講的話 可以說是把自己逼上絕路 然後柯文哲 把自己逼到真正的絕路 其實是他跟蔣市府這邊對抗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 蔣萬安市長沒有打算 要這麼硬的處理這事情 是他們一直擊破 一直壓 甚至把公文丟出來 公文可以說是一個 市政府機關的一個 最低的一個威嚴 你的公文 前朝的人一直拿出來看 拿出來看 我這邊調不到 你一直有在調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英文現在來做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 打個公文 之前的公文我調不到 沒關係打個公文 韓宋就好了 只要韓宋之後 後案並前案 反正案子都在地檢署 當然有地檢署 有這一個 韓韓他們 台北市政府 韓宋過來的公文之後 那就沒事了 馬上就可以把這些人叫來講 叫來講之後呢 那就跟現在在監索 在看守所的陳從文 就可以綁在一起了 因為陳從文 你說這個案子要成 其實蠻難的 他憑什麼 他除了比較壯碩一點之外 他真的在議會有這個實力嗎 如果沒有市府的人配合 你這個案子你要怎麼成 這樣也漂亮嗎 你這樣看他們當初辦他 不是 預算不是他編的 預算不是他執行的 他只有三預算的權利 他是不能在這邊要求說 我要怎麼辦下去 沒錯 所以剛剛講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對那個 106年的那個合約 非常有興趣 因為所有錢的根源 是從那裡來的 沒錯 所以陳從文 確實是一個霸杖頭 可是呢他是綁霸杖的那個繩子 裡面的肉 肉是什麼 肉就是錢 怎麼用把這個錢給弄出去 裡面才是肉 所以呢有沒有人配合 如果這個因為他們真的把它送過去 其實很簡單 寒送就好 寒送之後檢察官就可以發動 把這些人罵上 罵掌 整串都拉起來 好 瑞德 這件事情 真的可能向上延燒嗎 真的可能把柯文哲移送嗎 我都不可想像了 這件事情呢 那麼現在到底會 這個延伸蔓延到 擴大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看檢察官跟廉政署的態度 很簡單 為什麼 人現在壓在手上了 陳從文在手上 不要忘記一件事喔 其他還有交保的幾位喔 其中還有一位 不是在台北市殯葬管理處的 這個府會聯絡人嗎 那一位嗎 不要忘記一件事喔 我聽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那麼李明賢他們說 其實他們都有周旋在 早在還沒有退休之前 就周旋在那個議會議員 那個辦公室這個之間嗎 如果檢聯單位能夠查出 這一位所謂的 殯葬管理處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虎會聯絡人啊 他真的有幫這個 等於說這個 還是幫講話的話 幫他穿梭的話 那時候說 只要你有質詢到 就會帶人到這個 你的辦公室去說明嘛 那甚至還會送一些禮物 如果軟硬監視 如果軟的不行就來硬的嘛 所以才會你看那麼兇 那麼兇悍的去罵這個 等於說警察局長 那麼兇悍的去罵說 如果那個你講完 台北市長還幹得下去嗎 你就知道 那麼如果他曾經拿過 這個台資官一毛錢就好 他還沒退休前拿過一毛錢 如果檢聯單位在金流的部分 能夠查出來的話 我跟你講就Bingo了 很簡單 就整個Bingo了 那麼到底會不會拿他 做這個所謂的污點證人嗎 因為他是市政府 跟市議會的橋樑 當然 市議會這邊是陳春文 市政府咧 他了解的最多 到現在到目前為止 沒人敢單 你知道嗎 到現在為止沒人敢承認 即便收押的陳春文都說 但是只差沒有講政治破壞 這樣而已嘛 所以你就知道 這件事情 包括柯文哲自己都說 陳春文是罵帳討 他是台北市長 他最清楚 他最了解 那這個過程中 這八年來 這八年來 等於柯文哲做市長 這八年來 他一定知道很多 是誰在施壓嘛 然後呢 其實我告訴你了 民進黨的議員已經把 那麼從郝龍斌 這個等於說 跟那個台智光 簽約以來 曾經在議會 質詢過的議員 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了 全部都查出來了 有趙本宣科的 但是又像陳春文一樣 目前 簡聯單位 還沒有動索約談 或搜索的 其他的市議員 也是非常強悍的 至少有兩位以上嘛 一男一女 兩位以上嘛 所以呢 有一男一女 這件事情如果只是靠議員 就能夠這樣 就這樣過關 不可能嘛 那我問你嘛 不可能嘛 沒有相關配合 瓜吉我剛剛那個 前一個小時的時候 講過了嘛 前台北市議員 瓜吉都說 連消防都能夠插手了嘛 所以消防警政各部分 全部都 我跟你講喔 消防這部分 跟警政這部分 他事實上是可以不要 跟台智光簽那個 所謂的紫約的 他可以不要簽啊 還是簽了 問題是他可以給中華電信做 給其他當中做嘛 所以呢 沒有別人 沒有市政府裡面的人 或許是基於威脅力 又被壓迫等等啊 沒有配合的話 登靠議員施壓有用嘛 這個台智光的案子 你整個看下去 我覺得整個台北市政府的府會 根本就已經爛透了 剛剛講 你不是市政府有人 你今天議會 根本有一個龐大的力量 再幫台智光來講話 這出來怎麼樣 今天一開始是吧 你是怎麼大馬路啦 你說監視器 可是誰讓他進到校園 讓他進到醫院 讓他進到社區 那都是在柯市府裡面 就是柯文哲任內 也就是你嘴巴在講說 我受夠了你八年 我受夠了你八年 你們兩邊集合了 聯合貪污 可是你一方面 大開方面之門 開了很多很多的門 然後讓台智光進去哪裡 進去這裡吧 剛剛講的 去學校啦 聯合醫院啦 稅間居增處啦 公共證書 公車處 等於說你嘴巴講的 跟你做的完全不一樣啊 對沒錯 事實上柯文哲呢 等於是說呢 他把這個責任全部推給 這個母院的這個問題 但是我必須說 紫約或是後來的執行單位 其實都是他 其實郝龍斌為什麼 跟他或許他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從頭到尾 他可能都還沒有執行到這個案子 他只有簽約這個部分 為什麼只有簽約這個部分 這個簽約這個部分 可能是這個郝龍斌要負擔的 這個相關的問題 我覺得他簽約就要負擔很大承認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當初簽約的時候 他是經過六四的流標 最後一次才得標 那得標者是台通光 就是現在台智光的母公司 那因為他要執行這個案子 他把它轉移給這個台智科 所以當時台智科才成立 台智光才成立這家公司 他成立的時間是在2011年才成立 那後來這個台北市 當然就跟他簽約完成這個案 這個所謂這個光簽的運作 可是他到2013年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才跟他說 你可以開始蓋這個所謂 這個市區裡面的這些所謂光簽 一直到2014年的7月 NCC才說你可以開始營運 所以到2014年7月的時候 他才可以開始營運 所以他那些月都還沒有簽 就是在這樣子 那後來到2013年 那時候有一個公司入股了 因為原本的這家公司來說的話 是這個百分之百是 大部分只有台通光持有 但是到2013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約已經準備要運行的時候 2013年到鴻海進來了 鴻海其實是台智光的第二大股東 第一大股東就是台通光 那第二大就是鴻海 鴻海目前持有大概三成左右的股份 所以就是說他們可能當初呢 因為2014年選完的時候 如果假設是連勝文當選 那這個案子就繼續run下去 沒有問題嘛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當初寫的劇本 可是後來就是 因為後來是柯文哲當選 當選的時候呢 如果柯文哲如同剛才講的 照理說你如果覺得這是大逼案 因為他後來2022年他要下任的時候 他就說他一開始就覺得這個是大逼案啊 對不對 他說怎麼一個公司 95%的業務都是讓他承擔 好那你當然當初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應該當初就把它點出來 他沒有點 而且他後來還陸陸續域執行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後來 開始執行的時間點 從2015年嘛 你看開始的2015年 都是他上任之後啊 2015年 所以這個案子 台北市聯合醫院2015年 台北市立大學2015年 台北公共預助處 我們學的公車處2017年 包括台北公車處 台北市立大學 一樣2018年 對所以為什麼他現在 沒辦法自圓其說 就是因為他既然說這個有 有問題的時候 那你當初 為什麼還是讓他這麼多的這個狀況 一直都是你在執行 所以為什麼郝隆斌好像他 好像勞心哉哉 因為我就把這個約談下來 但是執行者 其實都是柯文哲 不是 我覺得郝隆斌現在什麼 死蛛不怕滾水 當過台北市長 像他現在遭遇的只有他一個 當過台北市長 基本上都是登籠之道 都直接要衝總統的 他連一個基隆式的立法委員 都選不上 代表那五大必案 對他來講那是追心刺骨的痛 他在政治領域上已經沒有了 他說沒這麼好講話 要告就告 我現在爛逼一條 可是你柯文哲 是未來有前途的人 你才是別人 別人要攻擊的法治 對 所以為什麼 現在柯文哲在整個案子裡面來說 像什麼2M3M 傳輸速度 費率什麼問題 都是跟他有關 所以其實現在民眾黨就是把他推到這個母約 可是問題是事實 細則執行 全部都是柯文哲 那因為你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現在陳崇文出事了 那你怎麼辦 你這裡面來說 這些都是你在市政府之內 執行的所有都是你 跟好龍斌其實關係不是很 就是說在執行這個部分 是跟你有關係 跟好龍斌無關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 你不能一推二五六 對 那所以他現在為什麼很緊張 就是這樣 那他也知道說這個問題 可能這件事情 可能真的會燒到他自己 所以他把很多公文都帶回家 可是問題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裡面來說 可能跟他真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關聯性 可能他沒有辦法這個離開 因為真的執行者是他 那這些所謂的費率最後的制定 也是他 然後兩M3M那些所有爭議 都是他任內的 那這些你要說 就是這個母約的關係 其實這都跟母約 可能恐怕已經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宇賢 沒有想到 在漩渦之中的是柯文哲 對 沒有做到一點仔細觀察 這個現象很奇怪 民眾黨理論上應該有三個人物嘛 一個柯文哲 一個黃珊珊 一個黃國昌 結果現在毛起來最緊張 這個案子的是哪裡 柯文哲 還有黃珊珊 黃珊珊就在剛剛還在發臉書 黃珊珊也緊張了 對 發的頻率都快要跟洪生案一樣了 12345678篇一直往前丟 那我就問各位 怪是怪的 第一個 柯文哲是四組這個東西 我們確認了對不對 那黃珊珊她處於什麼樣的角色 她是資訊局的主管機關嘛 她是副市長嘛 她獨到資訊局 各位你要搞清楚這個點喔 因為當你今天把鏡頭 轉到黃國昌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怪事情 你知道黃國昌今天在幹嘛 還在罵蔡英文 連續發兩篇文章罵蔡英文 還有做什麼你知道嗎 跑去立法院 草野協商 跟柯憲民大吵大鬧 然後全世界都在跟黃國昌講一件事情 台資光 台資光 黃國昌有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完全沒反應 所以給我看懂 因為你如果從政治的邏輯去解讀這件事情 不通 因為政治的邏輯解讀是什麼 說哎呀黃珊珊想要選台北市長對不對 所以跟著柯文哲一起去打蔣萬安嘛 打了蔣萬安之後呢 兩個人就可以這樣漁翁得利 民進黨搞不好還會呢 加獎他 然後去禮遇他 禮讓他 但我跟我想不是 我現在搞懂了 這兩個人 都想要轉污點證人 都在逃命嘛 黃珊珊為什麼要 極力的這個澄清然後辯駁 因為會不會他在當中 也有扮演角色他也有份 否則黃珊珊在立法院忙得要死 你看他什麼時候這一陣子去理過柯文哲了 沒有 理都不理 對不對 那黃珊珊在柯文哲打入這個戰場之後 莫名其妙又把矛頭轉回去台北市政府 不是啊 黃珊珊他為什麼要去當立委 就是因為他當議員當立了 當副市長當立了 好想當立委嘛 怎麼會這時候又轉過回頭來 跑去糾纏台智光這個案子 不合理嘛 那再來柯文哲卸任之後 現在你說他矛頭對準蔣萬 結果我們一個一個爬梳 從106年 包括泰幻全部監視器 到後來的兩妹三妹 我們講4C公司做出來研究報告 都驗證一件事情 你柯文哲脫不了關係嘛 所以寶寶哥看到這邊你搞懂了嘛 黃珊珊跟柯文哲在幹嘛 根本不是為了政治企圖 也不是要跟民進黨合作 你看到當王毅川講這些句話的時候 你就理解了 你有沒有跟陳崇文私下吃過飯 兩個人在幹嘛逃命嘛 忙著把自己的責任卸者 所以你這時候理解了 為什麼黃國昌一直站在旁邊 理都不理 忙著自己的事情 忙著跟國民黨合作 因為關我什麼事 關他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這又不是我們政黨 又不是民眾黨 又跟選舉沒有關係 又跟政治沒有關係 單純是看著你們兩個 在互相抓替死鬼的一場好戲 所以說你看雙黃的表現就很清楚 黃國昌絕對不捲入 但是黃珊珊不斷的發文了 對嘛黃珊珊發文了 而且你看喔 他每一個文章都亂五張吧 比如說我們要發文是要做什麼 針對一個大的概念 比如說統籌規劃 我要如何去護航柯文者 我要如何捍衛 其實不是耶 黃珊珊最新一篇聽我說什麼 說還要我們106年的合約 只有2.6億元啊 那我講話 蔣市長為什麼要解約呢 台志光是佛心來的 寶希哥你知道我看到這個 兩行話我看到什麼嗎 看到什麼 亂 關心者亂 不知所云 對就是他代表已經開始自亂正角了嘛 跟柯文哲為什麼會把公文貼在臉書上 一模一樣的意思嘛 爸爸我訪問 不是 他也有公文 對嘛你看 而且他也是把相關的合約紀錄拿出來 那我就問喔 這跟柯文哲拿公文出來 一模一樣的意思吧 剛剛吳東講的老半天說 這兩個怎麼會有 這兩個是不是 內神通話管 還是說早就已經存倉好 留在那邊檔案 為了要求自保 求保命府 不是啊各位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嗎 他們為什麼要把它PO出來 根本不應該PO出來的東西啊 你是不是可以寫 跟講話一樣 當初看完會議紀錄之後 包括疫苗的會議紀錄之後 背下來 用墨背了 把相關的文件呈出出來啊 因為你一旦貼上來 大家就會開始質疑 你當初為什麼要留下來 對 再來還是說內神通話鬼 有人把這個東西給你 但他都凸顯出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柯文哲黃珊珊自亂正角了嘛 因為這種文件這種東西 根本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貼上來 坦白講他們在訪的是什麼 根本不是政治 而是怕說自己會成為 剪掉下一波樂壇的名單 所以董事長 你又看到貓膩了 你剛剛黃珊珊講了什麼話 你看到沒有 黃珊珊說106的合約2.6億 要母契約到這個 到齊為之 那這個蔣士童幹嘛要解約 很簡單一句話 黃珊珊在幫誰講話 她在抱怨誰 抱怨蔣萬安 她在幫台志光講話 黃珊珊今天一個小時前 還在發文幫台志光講話 她還在抱怨台北市政府 的發言人如此水準 還在抱怨蔣市長 現在大家要幫蔣萬安去抓弊案 你怎麼跑來發文來打擊蔣萬安 所以你在哪一邊 从这个选边就看得出来 黄珊珊站在台志光这边 来打击蒋旺安 休理事副发言人 这种事情 台湾最重大的台北市的弊案 而资讯局是黄珊珊督导的 她督导的是主要的权责单位 而所有的放水 所有的金额签约 母约签约都是黄珊珊督导的 而黄珊直接参与这个事情 你看着民进党再两天 名单就出来了 黄珊珊绝对跑不掉 你也说 现在黄国昌跟黄珊珊两个人的态度 太耐人寻味了 请问一下 那么从郝龙斌开始到现在 有市长把母约解约掉吗 没有吧 请问有没有副市长把母约解约掉 没有吧 再请问一下 黄珊珊在当时在台北市当什么 不是议会的议员吗 林国成也是议会的议员吗 然后现在民政党有四个议员嘛 这六个议员请去查一下 对台志光有没有口诛笔伐 还要把他赶出台北市 要跟他解约 没有 查一下就好了嘛 还有黄珊珊说什么 说这个是什么 佛心来的是吧 前卫 我跟你讲 你们说黄国昌 没有对这个台志光发表 有耶 他发表什么 我念给大家听 面对台志光这个 收买政客 吸纳税人血的垃圾厂商 毫无如 则 看完只在市长任内的 职权范围内 删减预算 激励对抗甚至不惜 提出复议案与议会对干 现在台志光跟政客 交相贼的弊案正式扶上台面 当初复航台志光的蓝绿政客 反而开始检讨 柯文哲可耻之急 我就问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财团勾结议会 榨取国家财产 哎哟 奇怪 好像为什么民众党 一个民众党会有完全不同的 这个结果吗 但是黄国昌很诡异的是 他发完这篇脸书了以后 他不再发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他都不再碰 这件事情现在是 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陈冲文 收押以后到现在 台湾最重要的事情 台湾政治场上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直接把你的组织 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拉在里面 到现在柯文哲 各位 他有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解释了 让大家都能够心服口服吗 没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黄国昌就 不好意思我有发了 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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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这个 吸纳税人学的垃圾厂商 我就走了 不好意思 我就走了 我就不碰了 我要去跟柯柯建平拍桌子 我要干什么 我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个性 像这种 吸纳税人学的垃圾厂商 还有蓝绿 他就跟你打到底 战到底了 出来捍卫到底了 奇怪 为什么没有啊 为什么他一卓了之 那好奇怪 这是你认识的黄国昌吗 这不是我们认识的黄国昌嘛 所以黄国昌知道 这个事情 大条 过去八年 柯文哲如果能够可以做 他假如说做什么 还有 那既然柯文哲这么讨厌这个 等于说台志光 为什么谢任杰还给他这么多的标案 其中有两个标案还超过上千万以上 你知道吗 所以我没有道理嘛 柯文哲这么讨厌台志光 柯文哲认为台志光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给你标案 这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 话题不涉陷 我是张道合 周一教终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